好 我们要点击修改 它是不是要到我们Solid 是吧 那个地方来进行操作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给它来一个 DOR符号 大括号 还记得吗 是不是叫做request 就是request 派遣content text 是吧 派遣content text.request.content text pass 就是获取了当成的漏进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 update 好吧 user 然后呢 问号 id 等于 是不是Dollar符号 大括号 是不是user.ad啊 好 它是不是就可以存过去了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呢 这里方刷新 好 然后呢 你看到没有 我点击下面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值了 3 4 5 是吧 那么我翻页 8 对不对 然后7 6 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了 啊 获取到之后呢 我们就 在 Servalit里面 创建一个 这个方法 我也可以 到哪里啊 在这里啊 找到这个Servalit 来 新建 Servalit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get还是post提交啊 get是吧 所以说这类似点 都get request response啊 那么首先 第一步 第一步 我是不是接收之前要类型转换呀 接收 前 类型转换 那么 第一来进行查询 获取的当前的对象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DU这块 有没有写这个方法啊 有没有写这个方法 哎 这个login可以用是不是啊 我可以用login这个方法 但我传色后语句不一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能理解吗 好 你看到没有 他直接是返回了一个这个userinfo的对象 对吧 反过userinfo的对象 我在service里面 我再写一个方法就可以了嘛 写一个方法 public userinfo by userinfo by id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这个id 得到啊 这里呢是int id string circle 等于 slated sir from userinfo where id 等于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这复制了呀 复制粘贴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注释一下 根 根据id 获取到什么 userinfo 对象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要改成id就可以了 改成id 好 这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么这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调用 调用 这里是不是要给它类型转换呀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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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int ide 等于int int ch 点 pass int 这个地方啊 是pass int 啊 好 例行转换是pass 应 转换过来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接收啊 那么在这里 private 下 static static userinfo service us 等于new一个 然后呢 这里就是 us 点 找到 userinfo id是吧 id 传进来 点 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user啊 user 就得到了啊 得到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 把它保存哪里啊 啊 保存 到 然后呢 request里面啊 request 点 set rbuter 看好啊 这个地方是user啊 我这给的是user 那么呢 我这也是user 把这个对象 放进来 你这加个s 不加s都行啊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 转发呀 那么我们request 点 get d past 这个啊 要到哪里啊 要到 id value add 呢 好 这块要注意啊 好 找到add add 这一块呢 很简单 怎么做呢 我在上面 已经导入c了 看到没有 导入c了 那么在这儿呢 然后c 冒号if 是不是有个test呀 到了符号 我们刚是不是users啊 不等于no 进来 OK 复制一下 把这个给他搞 搞进来 好 先别急啊 这里ad冲突 我们待会再改 好 再复制一下 把上面这个地方呢 再复制一下 当他呢 等于no的时候呢 是下边的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 id都给他加1 加1 2 1 因为要不然的话 他跟下面冲突了啊 跟下面冲突了 好 保存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需要给他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id了是不是啊 加个id了 那么我就复制一下 在这儿 给他来个id 那么这里就叫id 那么这里呢 也叫id 好 就不要在后面给他 那么这他呢 需要 需要是什么呢 height隐藏 那么value 保存 就是users.id 给他绑定啊 绑定 下面这个呢 placeholder就不要了 也是一样 value 等于 $符号 users.name 好 这一块呢 很有意思 性别是吧 性别怎么做呢 这样的 点 c 冒号 if test 那么 $符号 然后是users.jeden 等一等于 蓝 对吧 蓝 等于蓝的时候 是不是要蓝选中啊 剪切 给他装进来 复制一下 这个地方呢 等于女 对吧 等于女 然后呢 把check的给他 挪下来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 然后年龄 也是一样的 把这后面干掉 value value呢 这一块需要 也是 绑定 users.a g 年龄 还有这个 住址 也是一样 value doll users.add stress 好 这个地方呢 QQ 也是绑定 value 等于 $符号 然后呢 users. 然后呢 pq 下面这个地方呢 是叫什么呀 邮箱是吧 也是删除掉这个 value 然后呢 绑定 $符号 users.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叫什么 email OK 这边没有啥问题吧 前面都讲过了 对不对 我们 接 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二表达式绑定 一二表达式绑定啊 好 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姓名能改吗 不能改 不能改是吧 不能改让他只读 red only 等于 red only 只读 OK 咱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吧 效果怎么样 存心运行一下 存心运行一下 OK 好了 然后呢 进来 value 然后login.gsp 进来 然后张三 111 kn my download 好 我们随便找一个 就这个小例 好吧 好 修改 是不是进来了 手组绑定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要实现什么 当他修改完成之后 他是不是要再跳转到哪里啊 再跳转到我们刚才那个秀 是不是啊 好 那个last index 那个页面 那么现在呢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就不能改了 对吧 这是不能改了 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看 那个有没有值啊 就是我们的ID 找到开发者工具 然后呢 元素 呃 只到这儿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是value等于3啊 是不是有值啊 对不对 有值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是ID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地方呢 就可以取到值 取到值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啊 小力 女 住址 是吧 好 这个QQ改成111 那么这个呢 这里呢 点击提交 它会到哪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提交到这个add 对不对 add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add 这个方法 OK 我们在这儿呢 之前是不是用到了 我们的 呃 bunutils啊 它会自动的啊 自动的 在这儿 不得know 不得know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它 不得know的同时 我要判断 谁 不得know啊 是不是那个 我们的 idea 好 if 有点get 是吧 get ad 不能know 不得know 不得know 好 那么 这里呢 是不是就是 修改啊 好 这里是修改 修改 那么else else else的话 是不是就添加呀 就把这里面的东西呢 给它放进来 就是添加 那么修改呢 那么就这儿 是吧 差不多就是复制嘛 对不对 复制 来 修改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 哪一个方法呀 点 是不是update info啊 update info 我们进来看一下 是不是接等ad 这些ad啊 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顺序来给就行了嘛 对吧 啊 这个第一个name不要 不需要 接等ad add qq email 是吧 接下来 是不是加一个ad啊 u.get 是吧 ad 这就可以了嘛 这就好了呀 这就好了 这不叫添加成功 这叫修改成功 修改成功 然后呢 再跳到什么 跳到我 前面的这个地方 好 来 咱们来看看啊 好 明白吗 我这是另外一个啊 因为我我这个前面就是分享那个我自己列自己就是敲的时候我把就是修改删书都敲完了所以说给你们演示不了所以说我这边又曾经搞了一个就是没有没有写过的给你们演示是这样的 走 走 好了 好了之后呢 走 进来 111 悠悠 一地 进来 是吧 好 我们就改这个小例子 这个好吧 把这个q改成111 111 看好 提交 嗯 这里没有刷新 没有刷新是吧 还是什么原因 没有改过来 好 我们来 试个淡点来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呢 试个淡点 进来 调试 好 走 r c of 进来 我们还是改这个啊 走这儿是吧 111 提交 进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呦 是不是里面有东西啊 看到没有 有东西 ad 是吧 ad不等于0 应该是ad带领 是吧 好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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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到这儿了呀 到这儿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啊 呃 接的 走 好 进这儿 嗯 接的 A级 ad sqq email id 我们在这儿 操作 下一步 是吧 update 然后呢 下一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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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到关闭了 是吧 这是处 说明直言成功了吧 直言成功了 走 进来 处 这说明是成功了 对吧 成功了 好 成功了 走 进来 处 它是不是也是成功了呀 修改成功 然后跳转 跳转到这个里面来 走 是不是好了呀 对不对 但是有个问题 看到没有 是不是刚才 是不是添加了两个呀 对吧 刚才添加了两个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把最后一个 好吧 这个应该是 ad是几啊 ad应该是八吧 对吧 对吧 我给它改一下啊 这个小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湖北 实验 1 例第2 我们来看一下啊 点提交 进来 进来 走 是否改好了 这是没问题了 是不是啊 现在才是没问题 高台课是添加 是吧 坑哪里啊 失误了 添加 没关系 待会我们可以再做删除 是吧 刚好有多的删除掉 好 这个修改 是不是就完成了呀 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这个修改 比之前要简单 之前我们是通过 阿扎克斯 传递 是吧 然后呢 他是 接次搜据返回 然后前台还要干嘛 绑定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需要绑定吗 是不是不需要绑定了呀 现在这是不是很爽了呀 直接通过什么 接屁 然后一二表达式绑定 是不是啊 很嗨了呀 是不是要比以前的效率提升很多呀 提升很多 好 这就是修改啊 修改 可能有些人说 哎 老师啊 你那个地方 哪呢 就是 这儿 住址 住址假如是下坑 怎么办 没有没有用 我们猛狂吃 下坑怎么办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呀 不用 你你你你 你下坑 你不是绑定的时候 你之前应该是要写个方法嘛 给他动弹绑定 对不对 动弹绑定 动弹绑定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传值过来呀 传值过来的时候 你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支付给他就开了 好吧 后面呢 我们会讲到 如果是下坑的话 动弹绑定 然后比如修改的时候 怎么给他传值 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 好吧 好 这个呢 是修改 修改做完了之后呢 呃 你们做删除 一样的一样的实现 删除呢 很简单 是不是在这儿 这个地方删除 是不是给他来个Half啊 超连接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 跟这个地方 是不是几乎一样的呀 几乎一样的 无非是哪儿不一样 是不是就这个地方不一样啊 对不对 这地方 方法不一样 我呢 就这儿改成什么 DL啊 DL 到时候写个sublet DL user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 在这儿 删除的同时 你是不是最好给他提示一下 友情提示一下 你是否确定要删除啊 那么就给他来个onclick嘛 return R-E-T-U-R-N 是吧 return confirm 对不对 是否 确定 要删除 OK 这就可以实现那个效果了 免得别人删除是吧 乌删了 到时候说你这个功能不完善 好 我们保存一下 那么 返回 刷新 来点一下 看到没有 就这个玩儿 是否确定要删除 如果点试的时候 它才跳转了我们控制器 对不对 好 来删除 那么这里呢 就是修改 删除 你们把修改做完之后 我再讲删除 好吧 修改应该要比之前啊 简单很多啊 简单很多 这需要注意两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就在这儿啊 看好 你这儿保存的叫什么 是不是叫users啊 你这儿保存的users啊 那么你在add这个地方 你pandine 这一块 那么他就是users 明白吗 那么对应的绑定 就是users点什么 假如说你这儿就叫u 就叫u 那么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改成什么 u 对不对 这所有的users 是不是要改成u点id u点name u点什么什么 能理解吗 好 就这块 把它注意一下就行了 还有就是这个判断这一块啊 这是 我们说一二表达式 对吧 一二表达式 还有后面 刚才那个修改好像没有起了太大作用 是吧 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直接就跳转过去了呀 跳转过去了啊 好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id 看到没有 修改 然后呢 他跳转过去之后 虽然说啊 虽然说他可能会出现 但是呢 你直接是跳转哪里了 是纯定印象到这儿了呀 是吧 好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的 纯定印象和转发的区别啊 这是纯定印象的转发 转发啊 这叫转发 不叫纯定印象啊 纯定印象叫什么 就response呀 第二 sender什么 reject 这叫什么 转发呀 转发是两次请求 是吧 纯定印象是一次请求 对不对 好 这块要注意啊 好 你们把这个修改 做一下 好吧 修改做完之后呢 我再讲